乌龟能否从龟壳里钻出来呢 就像眼前那个光秃秃的家伙一样 在自然界中 这种情况不仅不会出现 更不存在这样的物种 作为龟边墓下的动物 无论是海龟 一还是乌龟 无论是生活在海洋 陆地还是沙漠 它们的身体都被独特的 坚硬外壳包裹着的 不同于穿山甲这种 进化出覆盖全身盔甲的动物 是由龟壳完全将乌龟的脊椎骨 与肋骨结合到了一起 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 龟壳是由一排排紧密相连的龟板组成的 背部的甲壳 与它们下方的扁平胸甲 通过斩骨的肋骨相连 乌龟的身体 被这个像盒子一样的龟壳牢牢固住 只有头 颈 前后腿 以及尾等部位开放 方便乌龟在危险时坐进壳里 这种结构在脊椎动物中是绝无尽有的 所以它们自然也就不能像 动画片中的双面龟那样 随时从壳子里爬出来 虽说龟不能从壳里爬出来 但有一类龟却不走寻常路 进化出了用屁股呼吸的绝活 它们就是费茨洛合龟 作为澳大利亚昆士兰特有的物种 费茨洛合龟是澳洲舌颈龟亚克 其龟现存的唯一成员 它们的卸质腔中有两个高度血管化的尿囊 里面表面有许多密集的签毛 签毛符合毛细血管可以用作气体交换 从水中捕捉和过滤氧气 方式和鱼塞 从水流中过滤空气的原理类似 唯一不同的是 河龟们用的是屁股 费茨洛合龟这种独特的呼吸方式 可以从水中获取多达70%的养去需求 因为强大的龟气大法 河龟可以一直在水中带上三周左右 这是其他龟都羡慕不来的 假如你有这种借口 进入水里不断收缩和放松臀部肌肉 把水流不断地从肛门挤进挤出 然后就可以在水里呼吸了 是不是很神奇 对此日本专家表示 你真的可以 我们接着看